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让你的牙齿长得比她的好看呢 我现在呢就是在跟你商量 你如果真的把我认烦了 那么你应该也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牙齿呢就已经脱缚好了 每个牙齿的压缝呢也足够大了 这样的话我八截才能牵着一局呀 你的那个舌头有小事说是两天呢 怎么都没有乱呢 看来我今天又要多收藏一个东西呢 那就先从舌头还是牙齿呢 还是先把牙齿都给你把光吧 这样的话再不耽误我去舌头呀 这个蚂羊你放心 我还是会为你打的 这个 它小咯 这个 也有点小吧 这两种呢 我感觉 我感觉还是不够大呀 那今天就给你用一下这个吧 你的牙齿长得这么好看 是觉得配得上它的 这一天 也就是 这一天 其实其实我们的谷镇 这是一个 我们的谷镇 它有在那儿 那你会感觉 这个 就是 真不好意思 看一下今天咯 把那一刻吧 真的是每一刻真的都很好看 让我无声下手呢 那就先来一刻 打门牙咯 腐蚀过的牙齿果然不一样 轻而易举的 它就拔出来了 下面的牙齿呢 不得不说 藏的都是很好看的 那这四颗 就归我了吧 我记得 我当时就是因为下面的牙齿 藏的不好看 然后他们呢 都愿意给我玩 还老实 招下我的牙齿 所以我从小呢 就在心里 决定了 我要把你们这些 牙齿期的人呢 全部都把光 你们这些人呢 最多也就是掉个牙齿 我当时说得上 你们哪里逼得过 还有这门的大牙 上面的我就不动了 就把这四颗大牙给我吧 那么之后你吃饭呢 就不能嚼了 去 我等会呢 咱有一个你的舌头 所以这牙齿呢 我就不挂挂了 给你留点吧 你看看 这一颗颗的不好看呀 等我再加工加工呢 你就可以装鹅儿了 就是有一点太可惜了 就是有一点太可惜了 我没有要你整个 口腔里的牙齿 不能让你 像他们一样 完完整整的 带到这个瓶子里头了 但是你这个可爱的小舌头呢 是可以和你的牙齿 也不压得在一起的 真不错呀 这个小舌头 你还在这干嘛呀 不赶紧走 出去之后呢 你的嘴 还有你的手 最好是牢牢的 要不然下一次 我就不知道 要弄哪个地方吧